一定要清楚的回應 沒有閃躲 我先說大家關心的面積 剛才團隊這個看了一下 我必須說葉女士的資訊 因為有太多沒有能夠協助她當面解說 所以她的資訊是錯誤的 第一個 這個本岸的容積降低大約兩萬八千平方公尺 為什麼要這樣 原因很清楚 我剛才說的 為了品質 不要只是做一個火柴盒 所以要有空中花園這樣子的品質 這個數字未來 因為完全有絕對的約束力 這個約束力就是三百 否則這個建築物建造執照無法申請 使用執照更不可能拿到 為了這個事情 我跟各位講 這個案子的面積大約六萬四千平方公尺 乘以0.14大約九千平方公尺 那為什麼現在容積我們要求要降到兩萬八千 因為要缺乏容積不會超過百分之三百 好 有一個面積增加的 就是樓地板面積 它大約增加了九千四百平方公尺 那各位可能就會問說 怎麼會有樓地板面積會增加呢 它在地下室 跟各位說明一下 法規清楚的規定 地下室大部分的功能是房供避難室 原始它不計入樓積 但是蓋房子要錢 所以它叫樓地板面積 這兩個定義是完全不一樣的 再講一次 蓋房子要錢 所以都發局在算預算的時候 兩個數字都要算 符合法規的叫容積 容積面積 符合造價的叫做樓地板面積 這個案子樓地板面積為什麼增加 我正想說這就是葉女士看到那個數字 因為它是樓地板面積 抱歉再用大家那麼多時間 我談的是百分之百的技術規則 百分之百的建造執照的規定 整個來講 當三百這個天條寫下來以後 所有人都會遵守 包括開發單位跟執行單位 所以再說一次 這個的確是百分百的百分之三百 沒有錯誤 但是葉女士因為幾個數字的連接起來 我們還是會用書面說明的 好 談到面積 接下來談到空屋 我們清楚地跟各位講 從陳水平市長 馬英九市長到豪龍斌市長 以及柯文哲市長 那是六任市長 沒有一個市長 而且我認為未來可以不可以還要努力 可以處理空屋的問題 這裡面有一個大家不敢碰 不能碰 沒辦法處理的 那就是稅 六任市長沒有辦法處理空屋 如果今天任何一個人說 因為有空屋 我們不興建公共住宅 我覺得那是數字 對 但他解決不了 柯市長已經開了四次 三次居住正義 第四次就是要談這個議題 為什麼中央要包租代管 市府也在推動 包租其實在準備稅 什麼意思 你沒有租出去 市府會幫你收到租金 市府要出租金 好 接下來榮委員 您提到這個事情 要那麼大的量子 那沒有人投資怎麼辦 跟各位說 沒有榮委投資 因為這個是公益事業 這是市府的預算 以及借貸的 那為什麼要做 很簡單 台灣太過後了 台北市0.68 全台灣0.08 你叫你自己叫一個有水準的城市 要達到百分之五 我們只有落後十倍而已 所以因為這個事情 市府過去的兩年 希望至少要達百分之五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百分之六 0.68 那這些努力裡面 就回到剛才的樓高 各位 我清楚的做一個承諾 這個建築物 我照突發局規劃單位 剛才的整合出來以後 它的品質 遠超過一坪三百萬的地堡 因為地堡它是面積 可是這個工程是品質 那另外談到高度 不能閃同 絕對符合計算規則的所有的條件 也就是你的論壞跟你的高度 有一個清楚的事實 各位記不記得剛才我打的影像裡面 如果中圍要肚子更新 會不會 一定會 一定會 以它的樓高跟面積 只會比這個建築物高 那肯無萬不祥 難道要說 不可以嗎 市府不會這樣子 市府不但如此 是自己的公宅 是只能做百分之三百 但是鄰居要做肚羹 是三三七點五 那個高度 沒有開玩笑 就是剛才畫出來的高度 台北只會更進步 不能往後 所以整個來講 我要講的就是說 它的必要性是因為公共住宅沒有 另外我剛才也聽到一個意見 就是為什麼要行政大樓 其實那是報告裡面沒有講清楚 我清楚的說 這裡有取公書 這裡有圖書館 這裡有育嬰 拖腦 這裡還有警察局 這些都是行政措施 可是它方便 這個圖書館是教育局經營的 社會局也會來 衛生局也會來 警察局也會來 捷運局更不要說已經啟動了 所以它是不要性 它是活化獨立 回到這句話 之前 總我講難聽的話 那叫發財大夢 這個又是BOT 那個又是BOT 所以之前的公園 是一個手段 它叫假公園 是真的商業BOT 可是經過超過六年的時間 台北市民醒了 這裡不會需要商業BOT 各位 以前是要商業BOT的喔 現在不是 市府自己來 不是投資 所以這些面積 所以要改變東市計劃 所以做的是特專區 但是都市設計準則 也是天條 講白話為什麼 它只是身份證上面 不是公園 可是它除假包含的公園 各位 都市設計準則 早就公告了 這裡面的比例 各位 3.01 存以6.4 是47% 我很驕傲的說 全台北沒有一個基地 41% 一是綠地跟開放樓間 油氣設施更不用懷疑 到下個階段的時候 因為環瓶是天條 這不能開玩笑的 這是承諾 只是我很誠實的 也很學術的說 它在都市計劃 都市公園用地 可是剛才您說了 就是整個來看的時候 離這裡走路 300到500公尺的四壽山 那個有村庭 有變更都市計劃 那種住宅的公園 這是一個理想 但是想要做到 所有市府能夠做的手段 我們都會同意地做 再也會遇到50年的承諾 公委員誠實地說 如果做這個承諾 叫做不負責任 怎麼說呢 其實這市府有討論過 市府認為都市計劃 清楚地建造執照 使用執照 公共住宅 社庫設施 區公所圖書館 它就是保證 但是如果替一個 十屆以後的市長 去說承諾的時候 我也必須從一個資深台北市民的交路來講 他要改也不是不可以改的 所以說承諾叫做只是交代而已 可是我覺得真正所有實質的措施 包含都市計劃 真的都已經展現非常清楚要交代的一個社會責任了 好 我把時間給各位 但是這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報告葉君士您的數字 因為同仁沒有機會及時協助地 您把所有的數字有加錯了 我們會不擔用新聞稿 而且白痴黑痴的回應 容積三百 而且容積樓梯滿面積少了兩萬多千乒乓公尺 以上 謝謝 主席 他說我錯了 請坐 我知道他說我錯了 請坐 坐著講 坐著講 你不拜託